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离开北京 前往旧金山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同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第30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今年是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设立30周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会议 并将发表重要讲话 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 美中隔着太平洋相望 两国利益紧密交融 未来50年 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 是美中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 美中对推动亚太地区 以及世界经济增长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美中若在APEC平台加强合作 将向世界传递积极信号 也有助于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自然而成本 我们在安 actor的看法 你是否所管 对那种側看法 我们的观点 只能够合作 也会继续